今天我們繼續交通局、地震局、觀光、旅遊局三個機關的一個業務執行 每一位議員執行時間十五分鐘 第一位業務執行的議員 我們由洪金虎 他們五位聯合 洪金虎以段威宇、吳顯森、陳成天、陳慶榮等五位聯合執行 我們由洪金就開始 主席、領副市長以及在場的議局主管 以及在場我們議會的同仁以及在場媒體 大家早 好 很有精神 首先我再問我們的交通局局長王局長的部分 先坐下先坐下 我還沒有叫你來講話 那麼關於交通 我們都知道我們台中市的交通 有很多的民眾有很多的不滿 很多的不滿 所以這次福治強為什麼重做那麼大的選舉失敗 最主要是一個交通 做那麼好 產生有很多的民怨 所以我們福治強 這次敗險 最大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希望我們新政府 這次的一個交通 你們一定要做好這個交通 免得四年之後 也同樣跟福治強一樣 不受到民眾的這樣肯定 所以影響到下一次也是選舉的問題 所以目前我們台中市的交通 最重要 最重要的 常常塞車的地方 我相信王局長 王局長應該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這個中期路 七十號道路這個部分 阻塞的非常的嚴重啊 包括 我們常常喔 夏季的五前路 五前路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 魚市場那個部分 那個塞車的非常嚴重 所以每次要下去 塞車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個部分啊 交通的交流道的部分 跟雜道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我們這個王局長 你有沒有在做一個研究 有沒有在做一個 盡快的來做這樣一個調整 來施工 有齁 那麼 我們知道齁 交通 對一個城市 對一個地方 對一個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齁 你交通的順暢 你絕對你的經濟齁 齊對是起飛的 齁 包括延伸到觀光 如果交通做不好 你的經濟都不用慘了 整個行銷也都不用講了 所有品質也都不要講了 那還關觀光 那更不用講了 所以啊 延伸的突生很多的問題 所以啊 我在 請教你齁 你們在一百天的之內 你們有去過三層 三層的交通 那我相信齁 林副局長 林副市長也都去過 市長帶領你們 還有王局長 還有我們農業局的 還有陳局長 你們都去看過齁 那我不知道 你們現在的想法 到底齁 現在你們如何改進 如何帶動這個後花園 後花園 後花園才是我們台中市最亮點的地方 也是我們觀光的暫時期啊 那麼現在 從過去執政哈 的政府啊 從來沒有關心過那裡 所以我希望你們新政府齁 你們一定要有一個作為 要如何把四號古龍延伸到古關 才有辦法帶動很多的觀光的 齁 國外也好 國內也好 德里有觀光客 來引進到古關那邊啊 然後再延伸到里山 那為什麼今天 古關的觀光 的產業 為什麼差 做那麼差 那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交通 就是交通的問題 那我相信林副市長齁 你曾經當過交通 部的部長 那我相信 那 南投的六號公路 你是不是你在任期當中所做的 請問一下副市長 是嗎 是你做的嗎 南投六號公路 沒有錯是我定案的 你定案的嗎 好 解讀一下 你看你做了那個六號公路之後啊 對南投的整個觀光的留情點 帶動的非常的好 我相信 林副市長齁你很清楚齁 目前南投的觀光啊 產業 做得非常好 但是反觀 我們台中市 古關到里山 齁這個部分 為什麼沒有做好 這主要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在哪裡 請問一下那個 王警長 主要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當然是 道路系統的容量不足 那第二個就是 包括古關那個地方 也沒有好的停車場 所以遊覽車到了上面之後 也不好停車 所以這種旅行團啊 就不太願意進去 那這個一條路這麼遠 到那邊又沒有好的停車場 所以那裡的觀光產業 就其實很難帶動起來 那就對嘛 請問一下 所以啊 這個交通是扮演的非常好的一個角色 如果交通好 那你今天帶動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帶動個人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交通非常的差 你看從東市到古關 那種的道路 你說讓國外的 理科會過氣嗎 包括我們國內的會過氣嗎 絕對不會過氣嘛 每次回到下雨的時候 就是要崩山啦 吐石流啦 吐山很多的問題啊 所以人家就不喜歡去那邊啦 所以這個部分 交通部分一定要做好 請問一下 黃金長 你有沒有信心 把這個六號公路延伸到古關 有沒有信心 呃 院警四號公路嘛 對啊 四號公路延伸到古關啊 比照南陀的六號公路可以嗎 呃我們來努力啊 對 要努力啊齁 你一定要努力啊 要努力是 因為林副市長喔 減行到那個交通 集的集長齁 他絕對是看中你是長才 齁 絕對看中 而且我們的林 林副市長你在那邊 來做協助你 有這麼好的一個老師在你旁邊啊 那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很快 要完成才對啊 謝謝 我要努力啊好不好 好謝謝 所以啊 如果今天啊 我們的交通啊 以照南投的六號公路的話 那我相信今天啊 我們在 古關 那邊的景點齁 絕對可以創造很多的 和產職啊 包括帶動 國外 國內的 所有的觀光客 所以因為我們交通做不好 所以沒有人去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你的很用心的 來一次研討 所以今天啊 如果今天 六號公路延伸到古關 我們本來計畫 在台中縣的時候 還沒合併之前 我們都討論過 從古關是不是延伸到 離山 做一個藍車 最慘的藍車 我相信 黃機長啊 你們去的時候啊 應該你們很清楚 從古關到離山的部分 這條道路 是非常困難的對不對 黃騰和崩山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當初在九二一地震的時候啊 我們就在研討 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替代道路 不要在這附件 直接坐藍車到離山 因為離山那邊啊 是山明水秀 好山好水 這個部分 為什麼我們不去研究 從古關要坐到離山的藍車 才是我們真正的 鑽石的 光光的一個景點 你看 那邊 有非常好的風景 有非常好的山 跟水 有懸崖峭壁 而且 我們蔣公啊 包括 我們金國先生啊 都常記住在里山 他為什麼常記住在里山 這兩個圍人啊 都顯地 那個地方是 最好的一個 避暑的地方啊 是最好的 休閒的地方啊 那兩個圍人都 都會去那邊 那你們為什麼要考慮到 那你們為什麼要考慮到 要把那邊的地方 把它 發光發亮 那那個旅遊景點啊 好山好水 讓你能夠國際 看到有這麼好的風景 你們都沒有想到 你看走過去的 時代 一直都沒有考慮到 所以今天啊 黎山之奇花 都在哭啊 沒有人關心他啊 你知道黎山之奇花的歌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王警長 你 對那個黎山之奇花的歌 你知道嗎 我不會唱 不會唱 請問一下那個 瓜瓜尼遊景的陳警長 你會唱嗎 黎山之奇花的歌 聽過但不會唱 有聽過嗎 好 請問一下 你看嘉義啊 嘉義的 高山青 齁 這個 小姐啊 梅如水啊 少年啊 鑽如山啊 我們在接門當兵的時候啊 在廣播站 常常在播這個歌啊 讓大陸啊 把他們洗腦啊 所以大陸啊 我們常常去考察 你看大陸都知道 阿里山 高山青的歌啊 他們都很會唱 包括黎一山 直奇花的歌也會唱 那為什麼 嘉義的 齁 那邊阿里山姑娘 都會笑咪咪的 為什麼 請問一下 我們的陳警長 你是觀光女士局長 為什麼阿里山的姑娘笑咪咪的 我問你 警設非常好啊 蛤 警設 什麼 警設很好 為什麼 他笑咪咪的 為什麼 黎三之前發 為什麼 痛苦流涕啊 問你啊 你就是沒用心啊 因為 所以 阿里山的姑娘啊 大陸 觀光客在那邊 關心她 太多了 所以他們也得到笑咪咪咪的 那我們叫後發言 黎三啊 黎三直奇花 痛苦流癖 因為沒有帶動觀光客 我們會努力 我們會努力 所以這個部分阿 要研究的 寫作下 請問 我們陳警長 我剛剛說過的 從谷光到黎三 這個部分的藍車 可以做嗎 因為他跟斜谷線的問題都是一樣 你這個麥克風記一點 我才能聽清楚阿 因為那個地方在九二一之後阿 當然都是在台八線的部分裡面 地質都比較破碎 還有一個斷層帶在那裡 所以要做 從替代道路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方向 關於藍車的部分 應該什麼問題阿 你不要做那個道路的復健阿 我不要讓你這個道路復健 我不要阿 我叫你做地帶道路做藍車阿 這個都是在那個 限制性的那個發展的區域裡面 好請問一下 好請問一下 因為 我老闆講阿 現在每一個縣市都在拼 這個觀光旅遊的景點 那麼台中市 我們國際的景點 觀光景點 有沒有 國際觀光景點有沒有 世界景點沒有吧 國廠牌跟機場講 如果今天阿 你從國關做到驢山 這個藍車 世界級 最長的藍車阿 你可以做到 這樣世界級的一個景點 你知道嗎 如果你今天阿 這個部分 你沒有做到 你怎麼做好國際世界級的 一個觀光景點 所以你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去做阿 排除萬難 可以嗎 排除萬難 別人的哈 過去的朝代都沒有辦法做 我是希望您加入